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 我的也是 不管是川普說的1月20號 會有和平的政權轉移 還是Nancy Pelosi又要重新開始彈劾這位總統 還是我們保守派在華盛頓DC 犯下了跟左派一樣的錯 就是用情緒思考而發動了暴動 我不管現在網路上有多少這樣的影片 在講這些東西其實是Antifa還是BLM策劃的 還有明明是警察自己開門讓他們進去的 只要是暴力就不應該發生 不過有一個疑點我覺得很奇怪 就是國會的警察還有National Guard 當時在哪裡?在幹什麼? 怎麼會這麼容易就被突破了呢? 我相信如果這些影片 如果傳到ISIS跟賓拉登眼裡的話 他們會有多不爽 What? It was that easy? 那我們沒事幹嘛在美國住這麼久 還要花一堆錢去飛行訓練班開飛機啊 直接大搖大把的走進去就好啦 我是Ethan 歡迎各位收看今天的AI News 很多保守派的人跟我一樣 認為1月6號發生在DC的事情很糟糕 很噁心 而且很弱智 他們做的這件事情 不但沒有幫助川普得到總統的位置 反而讓整個共和黨所有的議員 放棄了追求事實的決心 但是這整件事情過後 還是有好的發展的 我們看到幾乎所有保守派的 共和黨政治人物 媒體全部一起譴責這次暴力事情 川普總統跟白宮發言人也親自出來說 這些暴徒要被抓起來 要移送法辦 在這個千錯萬錯都不是我的錯的年代 共和黨的議員沒有說 你看那個BLM啊 你看那個Antifa啊 你看看人家怎麼都沒事 他們勇敢的站起來譴責這些錯誤的事情 他們撇開政治立場來批判這件事情的對與錯 這個對於領導這個國家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各位有讀聖經的話就知道 聖經分成兩個部分 舊約是猶太教的聖經 新約加上舊約是基督教的聖經 當我們在看舊約的時候 我們常常看到神還有神的先知們都在譴責人 而且譴責的絕大多數都是猶太人 在這一點是我們生活當中非常非常重要的 猶太人的聖經幾乎都在譴責自己猶太人 承認錯誤反省自己 其實是做一個好人最重要的特質 因為指責別人太容易太簡單了 你幾乎找不到一個民主黨的政治人物 會去譴責這過去一整年的暴力行為 不只這個樣子他們還鼓勵這個樣子的暴力行為 而且把這些搶商店還有燒毀店家的行為 說成是mostly peaceful protest 這個就是左派跟右派最大的不同 也是邪惡跟正義最大的不同 左派的人永遠都在指責別人 還有這個社會 右派的人永遠都在想著怎麼檢討自己 不管這個行動是誰策劃的 暴力就是不對 要知道這一點我們才可以讓社會變得更好 更進步 我們要讓這些使用暴力的人知道 他們做的事情是錯誤的 是非法的 而且是愚蠢的 左派把自己看成聖人一樣 錯永遠是其他的人 我們的準總統 Joe Biden 希望的是 恢復 還有和平 讓美國變得更團結 更好 NO 民主黨的種族分裂 還有分裂美國的計劃 再度開始了 我們來看一下 他說了些什麼 沒有人的 這個不能被接受 這個太過分了 這一次Joe Biden說的一點都沒錯 如果是BLM的和平遊行的話 絕對會不一樣 警察絕對不會開槍 不會有人死 警察會全部撤離 商店還有國會會整個被掏空 而且說不定整個國會會被一把火燒掉 之後不會有多少人被抓 就算抓了之後 副總統Kamala Harris 還會用你的納稅金來保釋他們出來 各大主流媒體把1月6號發生的事情 講得跟什麼一樣 是美國歷史上最慘烈的一天 好像是珍珠港被偷襲了一樣 難道他們忘記 他們幾年前霸佔了Wisconsin州的議會嗎 那之前Portland還成立了一個自治區 霸佔了好幾條街 還有西雅圖的Chaz 也是一個好幾條街的自治區 還死了好幾個人 只是這些事情好像都完全沒有發生一樣 這些事情 民主黨有任何一個人說 回家吧 我們要的是和平示威 當然沒有 所以我們永遠要記住 這個就是左派跟右派最大的差別 左派的人永遠都是在指責別人 右派的人都在學習如何檢討自己 或者是認罪悔改 我們要為我們的過錯 我們的過犯感到羞恥 左派的人則不知羞恥 暴動發生是有原因的 我再次重新聲明 我不支持任何暴力的行為 我接下來要說的也不是要幫這群暴徒找理由 美國現在有一半甚至超過一半以上的人 認為他們被壓迫 而且這個壓迫持續上升中 有一半以上的人被迫要遵守 左派的所有政治方向 無路可走 就像你在燒開水一樣 當壓力在上升的時候 你唯一阻止你的水壺不爆炸的方式就是 有一個孔在那個地方 讓壓力出去 一直以來是透過言論自由 不管怎麼樣 我們有權利來表達我們的想法 但是現在左派封鎖的就是 任何所有的發洩方式 不管是在Facebook Twitter Google YouTube 所有右派的聲音全部被磨滅 Michelle Obama一聲令下 沒有任何人選他 他就是當上 第一夫人的 他一說話 Facebook Twitter YouTube 就封鎖了 現任民選的美國總統 所有的聲音 只要跟左派不一樣的聲音 就應該完全被消滅 然後我們這些保守派的人 要感覺這一切很好 不可以有任何被壓迫的感覺 It doesn't work that way 在新冠肺炎裡面 全美國只有一個專家 他決定所有的事情 CDC說什麼 我們就一定要照著做 我們不可以有任何的聲音 那個黑人的那個女醫生說 新冠肺炎其實是有救的 而且提出了實質的證據還有數據 然後全部被新聞媒體還有社交媒體封鎖 愛這個國家的憲法還有制度的人徹底的被封鎖 你說你愛這個國家的話 你可能會被在你上班的地方開除 如果你在辦公室裡禱告 你會被人事部約談說 你的行為是offensive 是有攻擊性的 左派的思想侵入了我們生活的每一個環節 國中高中大學媒體電影娛樂法律 這個造成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這些愛這個國家還有熱愛自由的人 看到我們的人生完全被控制 看到整個國家被左派的思想佔據 而且我們的聲音沒有去處 如果我們可以有言論自由的話 我們至少可以把這些壓力跟熱水壺一樣放一點出去吧 但是左派已經封死了所有的管道 而且逼迫所有跟他們有不同想法的人 所以會在1月6號在DC發生的事情很令人意外嗎 我再說一次 我沒有在幫這群暴徒找任何的理由 我只是在解釋為什麼會發生而已 我不只是覺得他們是暴徒 我覺得整件事情就是一個錯誤 而且很白痴 但是當壓力到了一定程度之後 人就有可能爆發而無法控制自己 而且無數的謊言 包括我們聽到Joe Biden說的 今天如果是BLM上街頭的話 很可能會不一樣 這個睜眼說瞎話的東西 我們到底要接受多少 2020有多少的BLM的暴動 還有多少的人被警察開槍爆頭呢 零 這一次在DC的暴動跟BLM暴動不一樣嗎 當然不一樣 整個暴動參與的人沒有超過1000人 而且有超過40幾個暴徒已經被抓了 他們沒有燒毀任何一棟建築 他們沒有在那邊長期霸戰弄個自治區 他們就是一群被自己的情緒煽動的白痴 一群弱智而已 然後Joe Biden的回應竟然是 我們國家首都的警察有種族歧視 這個就是你未來4年的總統 這個就是現在嘴巴上要說要和諧 要美國療傷的方式 就是繼續用他們的謊言壓迫 跟他們對立的想法 他跟我們說 我跟川普不一樣 我會令美國更團結 然後呢 首都的警察有種族歧視 我們錯失了拉下他的機會 因為我們讓我們的熱情控制了我們的理智 所以各位請不要鼓勵這些暴徒的行為 也不要傳達民主黨之前也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這樣的說法 We are better than that 我們要反省自己才有機會變得更強壯 還有改變這個社會 還有改變一個國家 就是要從自己開始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than 更多美國新聞 請繼續關注AI News insights dol 咕 普勵 咕 咕 究童 咕 咕 吕 咕